各位同學 我們可以看到它這個電腦後面是不是有Type-C的接頭 有沒有看到 有嗎 那你的電腦也有Type-C的接頭嗎 有沒有 那舊款的可能沒有啊 我看達成那一台舊款的是沒有 所以如果你是Type-C接頭 你這一個線 手機線 我們有個專門名稱叫Lightning 因為你是iPhone嘛 就是你接手機有一端 有沒有 長這樣子 有沒有 這就是手機的接頭 另外一端是Type-C的 你就不用買轉接頭了 就像我這樣 一端是Lightning 一端是Type-C 我為什麼把兩條線綁在一起 因為另外一條線是我的充電線 這是什麼 Adapter嘛 這是給我的電腦充的 它的瓦數很大 所以我拿來給手機充也可以 可是它只有Type-C 它不是USB的喔 如果你是用USB的就不行了 懂我意思嗎 就沒有辦法 像我們班長它就已經接上去 各位可以看到 這樣就接上去了嗎 首先你要有這個Connector才能接上去 這個條線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你要Convert 轉換一下 我看看誰有Type-C 那我給各位看 為了上課 我給各位講一下 我有很多的 我幫得到會上去 各位看一下 這種線材就是 送的 副盤給我 誰說送的 這都要買的 這全部都要買的 沒有送的 iPhone 現在我有新的同學來跟我上iPhone 13 他連那個豆腐頭都沒有喔 如果你現在買新的iPhone 13 是沒有豆腐頭 而且他另外一端是Type-C喔 不是 各位看一下 我這邊 這個線材就是Lightning 有沒有 Type-C的 這是全新的 然後這個是買的 轉接頭 一個USB頭 接Type-C 這樣我就可以接在他這上面 然後把我的USB接上去 這樣理解嗎 他這邊有四個 其中有兩個有閃電 那個是可以充電用的 好 是不是老師 這個還要再加一個USB的頭啊 那是轉換頭啊 好 那如果你不是買這種的 你可以買這種很簡單的 像這種 很簡單的 直接插上去就好 有沒有 有沒有 這樣的話你就有兩個USB A 本來是四個Type-C嘛 你就可以 譬如說接什麼 外接硬碟啊 有沒有 你的外接硬碟應該是Type-A嘛 這樣我就可以接三個USB 有沒有 也就是說你要有 那如果你這樣買一大堆的話 其實是沒有必要啦 你可以做 就像我在群組上講 你可以買這兩種 一個 HUB 這兩種有不一樣的功能啊 各位可以看到這兩個USB Type-C 它是差不了的 這是專門給新的Laptop 它就是筆記型電腦用的 你直接接兩個 那擴充出來有兩個 那個USB-A 還有兩個USB-C 還有讀卡器 還可以接那個我的螢幕 HDMI 所以我才可以把畫面丟出去 你記不記得以前我們上課的時候 明奇我要求他做最前面對不對 把他的電腦接上去 就要用這個 接到螢幕上 或是各位可以買像這種的 一個頭就好了 你買這個的話就比較不方便 為什麼 因為那只能插筆記型電腦 如果你沒有那麼多設備 你只要買這一個就可以了 那像我是很多設備 而且我要教課 所以我都 東西比較齊全一點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等一下我們就要把 那個 就用那個 我們Erica 班長的那個 電腦來做demo 好不好 可以嗎 可以啊 好 那我們剛剛請莊老師練了這個整個步驟 各位回家有沒有 在家有沒有預習 有 有 來問一下中老師 你有預習嗎 有 看 沒有 我懂 用一半 啊 用一半 好 那文字 先不要講話 要打擾 要打擾其他人上 好不好 等一下再討論 各位要注意聽喔 因為我們等一下馬上要去分組以後 你這樣面 面對你自己要不要會做喔 你自己不會做 我不會在現場 我可能在別的地方 我再問各位 你是不是有先看預習 我告訴各位 為了要給各位預習 我回家要修影片 要分享給各位 我要寫講義 我不能拖太晚 我要給各位三天的時間預習 所以我時間壓力比各位大 這樣理解嗎 我為什麼要寫那麼多給各位 要先讓各位預習 那你看得懂嗎 看得懂嗎 我這句我都做過 可以嗎 可以 那這樣好了 我們還是提到上個禮拜 好 好 借我一下 麻煩你看一下講義 你唸一下第一步 好 這是 我們借用他的iMac 借用他的iPhone 唸一下第一步 H2 第一步 2 第一步 連接lighting 轉輸線 有點好了 第一步 第一步 從用lighting充電 連接iPhone 及Mac 電腦值 可能會在手機上 適合信任紙裝置 記得要解鎖 好 第一步怎麼做 要先解鎖 信任 第一步怎麼做 你要看字 你要看字 第一步怎麼做 充電器 充電器跟電腦連接 所以我們現在來做一次 因為你說 你看不懂嗎 講義寫得不太好 我現在就解釋我講義怎麼寫的 連接lighting 跟電 那個手機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吧 我把它連上去 好 另外一段已經插到電了 有沒有 翻到第二階 有一個 有一個 電一下 這個步驟二 這個 開啟Mac上的 QuickTime Player QuickTime Player 是甚麼 不知道 不知道嗎 所以我們要去找啊 怎麼去找我們的APP 怎麼找 Q 一個Q 怎麼找啊 來問一下班長 怎麼找 LunchPay上就有了 對 我問他 你說怎麼找是嗎 找APP 不在你這個畫面 APP這個就有了 不對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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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是嗎 一個Q 那不是啊 這是App Store啊 對 那我們要去找 不在上面的APP 怎麼辦 怎麼辦 其他東西不要講話 怎麼辦 嗯 好像從那個Apple那個點下去 錯 我剛剛你才講呢 你要發射火箭 你是不是要到佛里達到LunchPay 發射場 是不是有個火箭 怎麼做 火箭怎麼做 點下去啊 不是點啊 我們上禮拜才講啊 是不是 三個手指頭 哦 拇指 這個叫LunchPay啊 你一定要搞清楚哦 你 如果我現在告訴你LunchPay 你聽不懂 你趕快問哦 我從第一節課開始講 可是到網課 你還不會 那我不能走到你電腦上 所以這個你一定要練習嘛 你有沒有練習這個 那個四個手指頭 三個手指頭 三個手指頭跟拇指 OK 有沒有 並籠 有沒有 並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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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到佛里達的發射場 然後我們去找Quip Time Player 這邊有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 我們就要去滑一下 你看 它這邊有一個密集控制 還有一個Other 有沒有看到 嗯 有沒有看到一個Other 有 我不建議同學 尤其是初學者 你把什麼東西都把它藏在裡面 他們把它鋪平 因為你可以好幾頁嘛 你不需要這樣子弄 好 點下去 這裡面是有很多工具哦 包括有個Quip Time Player 哦 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嗯 怎麼打開啊 搞不好就 就按下去就好了 就點一下 就 就點啊 就看這個 這是打開的一個 各位仔細看哦 在 這個 在這個上面是不是 有什麼 你可以看得到嗎 有什麼 面面棒嘛 對 我打開了一個什麼 我打開了一個什麼 你不知道 可是你可以到這個 menu來看 有一個名稱 Quick Time Player App name 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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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是什麼啦 看到了 是什麼 Quick Time Player 對 對 也就是說 你要養成這個習慣哦 嗯 當你去Launch一個 App 就是打開一個 App 它已經開始走了 嗯 你不確定 你回到Menu 你就可以看到 然後它還有什麼 還有它的工 一些Menu在上面嘛 所以你一定要養成習慣看上面 哦 跟以前的Windows習慣完全不一樣哦 Windows是在看下面嘛 你這個下面只有Duck啊 所以我的iMac只有18塊 你1800不輸給你 我也有這個哦 知道嗎 哦 所以你要養成習慣了 打開之後是不是 你看它現在回到Safari 就不是在 因為我剛剛不小心碰一下嘛 那怎麼辦 去做視窗切換 怎麼做 怎麼做啊 上禮拜教的 拿出你的左手 紀別莊老師在這邊 我拍影片那麼辛苦 各位都忘了嗎 拿出你的左手的comment 加上tap 有沒有 你看哦 我不是正規做法 我是Outside Down拿的 有沒有 正常應該是這樣的嘛 可是我為了拍片 我這樣子很麻煩 我又會擋到鏡頭 有沒有 然後點放 還記得我講的點放嗎 記得 點放是什麼意思 就是要請 放掉之後 是不是回到QuickTime Prayer 有沒有看到 嗯 所以你要養成看MenuBar的習慣哦 嗯 你有沒有回來不是你看這邊啊 要看這邊啊 這樣會了嗎 好 麻煩你再練第三點 講義上第三點 第三點 點選檔案 File檔案 New Movie Reporting 新增影片錄製 好 我們現在來看第三點怎麼做 我這邊也選第三個步驟 就是點選什麼 File檔案 是不是有個File 有 我就去點啊 按照講義上寫的喔 嗯 好 我怕各位看不清楚 我怕各位不會 你知道老師多細心 我還給你一個畫面 你有沒有看這畫面 有看沒有的 你有沒有看紅色的部分 有 好你看喔 你找不到那個QuickTime 對啊 那就是重點是LunchPay你不會嘛 所以 你不會你就到不了佛羅里達發射到 人家火箭都要發射你還到不了 對 聽懂嗎 所以這個是最基本的 為什麼我們前幾個禮拜都有連貫下來啊 好 沒關係 我們多找時間練習 你要慢慢講才習慣 各位如果你 我給各位一個建議喔 如果你現在在學Mac 你平常又用Windows 你學這個東西 你花的時間 會不會是兩倍 嗯 錯 much much more than longer than two times 為什麼 因為你本來好不容易學會一點 你再拿一部分時間去學 用Windows 可是用Windows的時候 把你這個好不容易打下基礎 把抹掉了 所以你花兩倍時間 還是不行啊 為什麼 因為你好不容易學了一點 Windows又習慣要把你那個抹掉了 所以我才強烈各位建議 建議各位不要使用Windows 如果你要使用Windows 你學Mac 你比人家會更辛苦 可是各位沒有辦法體會 這是我的經驗啊 我是沒辦法 我是必須要教Windows 下午要教Windows 我很痛苦啊 因為好不容易習慣 我就要回頭 就要去習慣Windows 那邊又不習慣 那邊又習慣 又回來要這邊習慣 好像你開車的時候 如果你在香港 有沒有 左邊還是右邊 你到了深圳 馬上就變了 再從深圳到香港馬上變了 所以你的習慣要趕快轉換 這是很困難的 各位理解我打的比喻 我在講道理啊 如果你在用Windows 你在學這個Mac 你的學習效率會比人家慢很多 因為你的潛意識 你的不管是conscious unconscious 都會受到影響 因為我在講這個東西 在Windows沒有的 對不對 Launchpad也沒有嘛 因為你沒有那個印象 沒有那個習慣 你又不練習 又把Windows拿過來 造套 這是行不通的 所以我才強烈建議 你不要帶Windows到這邊來 因為把你自己搞混 不是影響我 你用Windows用什麼 更不影響我 那是影響你自己的學習 好 怎麼做 就照這裡做 你要講啊 Fire先進去啊 然後再找New Movie Recording 把這個打開 手機打開 手機不要讓它手上 手機打開 我這個不讓它手上 要怎樣弄 Screen Saver要 蛤 我不懂怎麼樣弄 好 我馬上來教各位 好 各位 打開這個 有沒有 然後選什麼 然後選 New Movie Recording 是不是跟這個一樣 對 然後咧 就按下 第四個 它會跳出 它會跳出 跳出一個影片 錄製的西式窗 你要繼續練完啊 點選後面錄製 按鈕旁邊的展開V V牛 將CAMERA 攝影機 及Microphone 來源 改為iPhone 12 你說老師寫錯了 對不起我是iPhone 12 你可能不是iPhone 12 也許你是iPhone 11 好 注意看啊 我 我移過來之後點下去 有沒有 是不是有個V Erica K的iPhone是什麼 是什麼 是什麼啦 是這一台嘛 所以它認得啦 表示它有連過喔 它沒有連過的話 它可能就第一步 它要trust不trust嘛 第一步要先trust 它已經連過了 好 點下去 對 點下去發生什麼事 什麼都沒有發生對不對 嗯 為什麼啊 因為這個 進入休眠狀態 被lock了 所以把它 把它打開 好 這時候我們上網課的時候 他就會問我喔 有沒有 Is this lightning adapter 有沒有 這樣看懂嗎 Lightning就這條線了 adapter 有沒有 Connading a pair of headphones 我們有沒有連接耳機 沒有嘛 沒有 好 好 我現在來馬上教他一個問題啊 我們 這個螢幕會不會自動上鎖 不會 但是我不會做 這個是 你是主人還是他主人 你是主人啊 你當然要叫他該鎖的時候要鎖 不該鎖的時候不讓他鎖嘛 好 從setting進來 各位可以看這邊 嗯 我現在是在操作手機 好 各位先不要 先不要操作 你先看我這邊 好 各位一定要明白 我現在想像一下 我現在在上網課 嗯 我在操作手機 透過我的電腦 把手機畫面放上來 嗯 然後透過電腦 各位在你家裡面上網課 就可以看到我手機畫面嘛 嗯 是不是這樣子 是 那各位反過來也一樣啊 要不然各位要像我這邊一樣喔 要買食物投影機 要不然各位就要有這種東西 接一個鏡頭 你看這也是Type-C嘛 接到這台電腦的後方 把鏡頭東西拍出來 拍我 比如說我要交各位手機 或是各位的手機要給我看 你是不是要有另外一個鏡頭 嗯 沒錯吧 嗯 要不然你要怎麼樣 把你的手機拿到這個 攝像頭上面 這樣子 嗯 這樣會很辛苦嘛 嗯 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我們接手機到電腦上 有好幾重目的喔 我剛剛已經練了嘛 嗯 已經請同學練了 有很多目的喔 各位一定要體會喔 如果你沒有這個也沒有關係 因為你有手機嘛 嗯 像莊老師有這個 他就應該要帶來 然後要練習 要來使用它 這是叫食物投影機 喔 我記得像 Joyce他一開始上我們網課的時候 他家的DESTA是沒有網路攝影機嘛 沒有Wavecam啊 我還叫他就要去買一個Wavecam 才能上我們網課 為什麼 沒有給我 網上上課 網上上課 因為這個 input device啊 它的畫面沒有辦法丟出去喔 聽懂我意思嗎 你怎麼上網課 好在各位買的新的Mac都有 Windows不見的都有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在Setting裡面 好 那下一節課我們要講Do not disturb 那這一節課我們要講一個叫做螢幕顯示 有沒有 螢幕顯示是不是在這邊 Display 欸不是這個 喔 對Display 有沒有 Display上面有一個叫Auto lock 有沒有看到 請問什麼叫Auto lock 嗯 自動關起來 關什麼東西 嗯 鎖 解鎖 Auto lock 是什麼意思啊 各位要看懂這個意思 我現在跟你講道理 這個是最辛苦了 要花很多時間 各位要把各位觀念 OK 什麼叫Auto lock 各位 你自動鎖起來 對自動鎖什麼 鎖著那個畫面 就是不要不要再 再沒有了 鎖什麼 鎖什麼嗎 要繼續 iPhone的 這個lock就是把螢幕鎖上 好 螢幕鎖上 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直接按Power 按Power 按Power 有沒有 一種是他自己進入 因為我們自動 多久會自動鎖上 好像五秒還是多少 你自己的會曉得嗎 五秒 一分鐘 一分鐘 一分鐘啊 這一分鐘是什麼意思 就是一分鐘 以後就鎖了 就有一次是在那裡 等一下就沒了 錯 你要理解 這一分鐘是什麼意思啊 這個 你不去動手機長達一分鐘 它就關掉了 它就 這不叫自動鎖上 對 你可以講關掉 可是現在開始你要把它鎖上 為什麼 因為等一下你要解鎖 我剛剛已經叫它解鎖三四次 為什麼 每隔一分鐘我講完話它就鎖上 對 這樣你理解嗎 什麼叫鎖 跟關是不一樣的 那怎麼辦 在一分鐘上面到之前 我趕快把它改掉 你說改成五分鐘 或是改成那一分鐘 因為我這個課可能要 動作快一點 這樣 是不是我可以操作我的手機 放到Mac上面 然後透過螢幕分享 是不是在群組上 大家都可以看到 我再講一次 這樣子的話 只能看到手機上的畫面 看不到你的操作 要看到操作要怎麼辦 然後另外拿一個攝影機 對著它 你才能手 按哪個 才看得到嘛 我剛剛這樣做的是 把這個拿起來給各位看 那是因為各位在現場 如果我在家裡面上歌 各位看不到我的動作 所以我必須要有這個 那各位不一定要有這個 但是有這個會更好 這樣理解嗎 會不會接 是不是很簡單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設定來源 它有一個camera 有沒有 第四點 各位可以看到 它有camera 還有麥克風 有沒有 所以如果我現在沒有把它調到麥克風 聲音是不會 手機的聲音不會到裡面 只有鏡頭 所以如果我在那邊播歌曲 這邊的聲音 跟它沒有關係 這樣理解嗎 所以你如果要有聲音 就兩個都要調整 我講義就是這樣寫的 這樣看懂了嗎 懂 懂了嘛 所以你最基本的東西不會 你後面都不會 那你就認為老師姐也講義不完整 可是最基本的部分 是在前面講義寫的 如果我每次都從最基本開始 那我講義可能要寫十幾頁 二十幾頁 因為最基本的已經講過了嘛 所以你要回到最基本 先熟悉再回來操作 這樣理解嗎 然後你就看懂我別的講義的圖了嗎 我講義怕你不會做 我都給你圖了嘛 對 好 最後第三頁 幫我們唸一下 最後那個兩行 最後此時在iPhone上操作的動作 都會投放到Mac電腦的螢幕上 由於這是鏡像輸出 所以無法直接在Mac電腦遙控手機的動作 這句話我寫的是什麼意思 來大家幫我們解釋一下 最後那兩行是什麼意思 你剛剛有沒有注意看 對 因為主要的經驗都是從手機傳過去 所以電腦那邊不能來控制手機 對對對 就這句話喔 不錯 果然是搭特喔 不是反向 不是反向 啊 對對對 就是 有些APP喔 可以進來在你電腦上去 譬如說我會把它關掉有沒有 欸為什麼 老師我就關不掉 我告訴你 以後上網課各位一定會有這個習慣 欸為什麼老師說把這個時間調整 可是有的設備有的軟體是可以喔 不是說都不可以 你可能花點錢買個軟體就可以了 聽懂嗎 那怎麼辦 很簡單嗎 你在手機上控制就好了 我可以預料到以後一定會各位一定會有這種問題 只要上網課我們要教iPhone iPad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 搞不清楚 這邊是這邊 這邊是不是那邊啊 這邊只是分身喔 本尊在這 要理解嗎 那是你再說一遍 喔最後你幫我練一下 最後那兩行 此時在iPhone上操作的動作都會投到Mac電腦的螢幕上 由於這是景象的輸出 所以練到它直接在Mac電腦遙控手機的動作 好這句話有三個意思喔 他剛剛練得很清楚喔 就是我所有的動作 你在這邊都像鏡子一樣 鏡像 你看老師寫的文章 中文這樣幾個嗎 鏡像是什麼意思 鏡像是什麼意思 鏡像就是 只是一個畫面吧 只是一個反射啦 鏡像 鏡像 你不要光偶露老師 你要知道我給你的每一個各位知道 我剛剛有更正我錯誤的地方 可是我沒有錯誤的地方 我有把握 我每一個字都是自真俱焯 什麼叫鏡像 你不理解你就辜負我寫這句話意思喔 就是 這是一面鏡子 反射什麼 反射一個影像嘛 什麼影像 手機上面的影像嘛 這樣理解這句話意思嗎 這是 這一句話 雖然只有短短兩行 它有三個行義 第二個 我們在上面的動作都會 一無一十 因為它是反射嘛 所以我剛剛才講啊 它只是一個鏡子嘛 你看到鏡子的時候 你要塗口紅對不對 請問你的口紅是塗在鏡子上 還是塗在你嘴巴上 這個講道理很困難耶 你不要笑好不好 這樣子你就懂了 好 蔡醫師 以後你上課犯這種錯誤 我就說你把口紅塗在鏡子上了 你就知道了 不要笑喔 不要笑喔 我是在講道理喔 講道理要花很多時間 你看 你只是說老師再講一次 我就要花個五分鐘 把這句話重新解釋 可是裡面的含義 各位不理解 我就必須要講清楚 所以講義 如果各位看不清楚 一定要問 我沒有時間 一個字一個字解釋 因為我不是莊老師上中文課 翻過來第四頁 這時候各位可以看到這個圖啊 我就可以把它當作食物攝影機 有沒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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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譬如說你的鍵盤有問題 你靠你的電腦上這個東西看不到 比如說這個東西蓋下去看得到嗎 你把它拿起來看得到嗎 那就把你手機拿起來這樣 是不是可以看到你的鍵盤 比如說我要教各位螢幕切換有沒有 視窗切換 是不是很清楚 點放 點放 然後要結束 Q 有沒有 是不是很清楚 可是這時候如果你有這個東西 什麼東西 你就比較輕鬆 要不然就像我這個 有這個 這樣子把它 像我剛剛是不是 我是做得很熟 我一隻手拿攝影機有沒有 就是我的iPhone 一隻手操作 時間久的話兩個手都很累了 所以各位 最好是要有這種小腳架 把鏡頭調 可是這種腳架要調桌上有點困難 好 您知道 好 謝謝 要不然就要用這種腳架 欸 要笑 支撐要像這樣子 我剛剛已經特別交代強迫老師 我把這個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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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多給我兩分鐘 所以各位要有腳架 這樣長時間才不會受傷 好 比過我們分組之前 我們有兩件事 好 各位看一下 下面那個 簡介 我相信大部分上過網課的人 包括蔡醫師都會做嘛 那沒有上過網課的人 同學可能要參考一下這個 為什麼 我們 為什麼我們的帥哥印出來怎麼會這種顏色 沒有時間開玩笑 開玩笑 開玩笑 好 謝謝 謝謝我們那個班長 我請班長幫我們練那麼多 用他的電腦來做 我的目的不是在損他的尊嚴 是希望他加深一下 希望用他的電腦他回去就可以操作 我這邊操作都沒問題嘛 所以希望你回去要練習 那其他同學也是一樣 不是說各位同學的電腦不好 我不拿過來 是因為他的畫面最大嘛 我告訴你 直到今天為止 為什麼 下次他就不會拿這麼大的電腦來上課 因為我們要上網課了 要不要我叫他到他辦公室去 來 來上課 這樣理解嗎 理解 比如說我去 放YouTube 按Play 各位 我們在新的iPhone 從右上角往下 叫做Control Set 有沒有 電腦上是按這個嘛 有沒有 電腦上是按這個 Control Center 這樣理解嗎 我剛剛已經解釋了 我花了很多時間 Mission Control跟Control Center 是不一樣的 各位我可以在手機上看 電影 還是在電腦上看電影 隨便你啊 可是如果我是Erica 我有那麼好的電腦 我為什麼要去就這麼小的手機 把它接上去就可以看啊 會了嗎 會了嗎 很簡單嘛 比接電視還容易啊 好 我們現在準備分組了 我們要先照相 有沒有問題 再過來這邊 不要踢到這個 你在這邊幫我控制一下這個 OK 已經開始了 對 好各位先注意 您好 我們要開始了 我們要開始了 你看那個東西是誰的 對啊 嗯 那是誰的 那是誰的 是誰的 好 各位同學 我們現在開始網課了 我們時間有耽誤很多 然後我們先請那個 Joyce 幫我們打開 Joyce 直日聲來了 民企聽到沒有 有 我聽到了 我聽到了 好 然後 你把體肅溫單拿出來 哎呦 我的天 我這樣 用螢幕切換 他不在這裡 把螢幕分享出來 蛤 蛤 蛤 再講出來 有那个有线 那个是水的 在他们的 哎呦你当心啊 紧张 没有关掉 你自己的麦克风 你动一下 打开了 OKOKOK 打开了 OK 其他同事关麦克风只要揪手 你打开了 可以了 那个 那个 我打开了 31号牛就出来 我把这个打开了 我把这个打开了 为什么不出来 我是打开的 我打开了 你可能要从那里 那个青竹去找 我有 我已经在这边都散好了 我已经散好了 我已经散好了 OK 有吗 按 comment 我这边有吗 你看 你要分享啊 我要分享画面 分享 我刚刚上面有的 有没有分享 不是 底下有一个 有一个 他要我 他要我拿那个 我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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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找 找出那个 上一次 我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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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到 下一次 出来了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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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叔出来了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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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我按它 它不出來 你沒有分享螢幕嗎 你看它的 你的Annie是頭像 看到沒 你沒有分享 來接我一下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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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擋到鏡頭 OK OK 秀秀秀秀 螢幕分享會嗎 會會會 把它按上去 你把那個speaker 先關一下 speaker 關一下 你會不會關 莊老師幫他關一下 這不是螢幕分享 沒有出來那個吧 按這個 要按這個 先點它 你沒有開講義啊 先點它 然後按share 你剛剛沒有share嘛 現在玩以後 我有做的 記得嗎 記得嗎 然後你現在要講一下你的問題 對 我的問題 OK 然後你要講一下你的問題 在那個上面就可以了 可以嗎 好好好 那可不可以打開其他同學官 要賣客公 我覺得你看不關的 那是關的 那你們管啊 那你先看完Annie的書公 好 沒關係 你先 不曉得誰哪裡 是你那個回音 是嗎 不是關的嗎 你先關了嗎 但是我這個沒有看到 沒有 沒有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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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是我 好 開三課 趕快去 好 好 好 那個Annie 你準備一下要講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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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死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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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又跑掉了 跑不討厭嗎 嚇死人了 嚇死人了 剛剛才出來 怎麼一下也跑掉 趕快 趕快 不要去動他了 OK 我的問題可以講了嗎 講 就是我做完了我的第一個題目以後 我要在做下面一個東西的時候 我要打字 要把那個附圖放上去的時候 結果呢 我就沒有辦法在那個旁邊 這個下面 直接打出我要寫的東西 所以要到很遠以後 才可以擺在下面 所以我就說 是不是下面 我的那個打字的這個下面 是不是有什麼東西 沒有辦法打進去 所以我的附圖就離開很遠 就是我的問題 OK 好 我來回答一下 我在現場回答一下 OK 各位知道他的問題嗎 知道 知不知道他的問題 不知道 你看你實體上課 你都不知道 再注意 再講一次 就在我做完這個上面這個 就是示範以後 我要在下面要秀我的附圖 結果沒有辦法秀出我的附圖 有什麼東西 有什麼玄機 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是沒有學過打字 也許我是有這個的problem 就是在這個之間 從 好 各位同學 你是不是可以看到那個 A你的畫面 可以看到的話 舉一下OK 每個同學舉一下OK 可以看到的話舉一下OK 可以可以 莊老師你的鏡頭沒有開 開啊 鏡頭開的啊 舉一下OK Eda看得到嗎 OK 不要不要 按一下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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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Hong Mitchy OK一下 Dr.Hong 可以聽到嗎 是不是可以看到畫面 Mitchy 可以看到畫面 OK OK 那我先來解釋一下 各位同學 對不起 各位同學可以看到他的畫面嗎 各位同學可以看到這個畫面就是說在附圖的下面 一直到這個圖片中間是不是有空了四行五行 他沒有辦法打字進去 為什麼 這是他的問題嗎 對不對 對 對不對 他沒有辦法任何輸入 那我們就要去看這個問題是怎麼產生的 可以從 我現在是可以打字喔 不是不能打字 只是他的電腦反應太慢了 我是可以打字喔 我是可以去修改喔 我甚至可以把這個拿掉 怎麼拿掉 Base Space下去就好啦 就用講話 不是 我把space拿掉可不可以 可以 我用Base Space 比例件 看到沒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各位同學看一下 file 到history 到history 來看一下 Fish in history 各位可以看到是不是有fishing history 是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提溫單最早是誰做出來的 是莊老師 莊老師自己都忘了啊 沒有關係 因為31號的 10月31號有沒有 5點26分PM 莊老師 有沒有 對 10月31號 然後接下來就是Nomember 1號是誰 也是莊老師 再接下來呢 是蔡醫師有沒有看到 11月2號有沒有看到蔡醫師 對 蔡醫師請回答 有看到 但是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就是那個 version history 所以他是紫色的 所以我點一下這個蔡醫師 這個version history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他動了什麼手腳 有沒有 他是不是打了一串字上去 上面有他的名字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他是沒有辦法否認的 各位看一下 在接下來是 11月2號下午10點51分 老師在這邊寫了喔 附圖下方插入換行 有沒有看到 誰做的 請問這個版本是誰做的 誰做的 我做的 你是誰 你在網路上要講說 any any say做的 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any做的 做了什麼 我們點一下這個紫色的 那個橘色的部分 橘黃色 他在這個附圖底下 放了很多的換行 enter有沒有 就是沒有辦法 他放了enter 所以這個 這一個版本 表示他在這邊做了什麼動作 放了enter 有沒有 如果 我正常情況之下 我不應該放那麼多enter 他如果打字打不進去 他有其中可能網路不夠力 電腦速度太慢 檔案開太多 performance不夠 那你就要等一下喔 如果我用滴滴鍵把它收回去 就可以把這些換行拿掉 只是因為他的機器有點老舊啦 所以他比較不給力 各位可以看到 這是誰做的 所以是他不能打進去 是因為他的網路 因為我們上了google drive 都在網路上 如果你的網路不夠力的話 當時塞車的話 你怎麼按都沒有用 可是你又一直按enter 他就一直換行 不是說不能進去 是要等待網路有給那個反應的時候 所以第一個 網路不好 第二個 電腦太舊 第三個 你的對網路操作的commasense不夠 這時候你要去測試網路 如果我們去懷疑google drive 本身google大有問題 那你就開另外一個google大去試試看 如果還是不行 那不是google大問題 是網路不給力 是你的電腦太老舊 或是你的技術不夠 要理解嗎 可不可以理解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開這個課 就是發現到各種問題 我現在跟any講一下 上個禮拜不是我故意不講這個問題 是因為我要當面跟你解釋 當面叫你做 當面找那個version history 告訴你這個是誰做的 是你做出來的 不是別人做出來 好在我們現在有網路課 我們可以這樣做 那後面你一定要想辦法改善你的設備 改善你的網路 提升你的skill 怎麼提升 上禮拜沒有來喔 我們有講一個很精彩的東西 你有沒有看我們 我這個有來 YouTube上 那天我有來這個 沒有 你今天在找到可以了嗎 我聽到你的寶寶 你想想看 你嗎 我會想看